亚洲最赚钱企业非忠实又莫属 可在全球50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排名中 它却倒数第二 收入和担当的差距咋就这么大 昨天深圳一彩名花了10元钱买彩票 竟中了2500万大奖 可他非但不敢领奖 还连夜举家逃走 这钱可把人折腾惨了 最近香港街头多了不少大陆乞丐 据说他们有很严密的丐帮组织 这次赴港淘金就是四大长老带队去的 武汉一对七巡夫妇晚年孤寂 想用房产为代价招个女儿 可飙了价的亲情真能代替孤独吗 这里民生新闻力量新北方正在直播 从2007年的1月1号开始 实际上12条街路就不再让摩托车 还有电动自行车走了 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咱们暂且不论 但是呢 在没有定论之前 这个规定还是要遵守的 今天有一个17岁的少年 把交警给打了 为的就是这电动自行车进行的事 今天上午10点多钟 交警赵新在沈阳市中华港直勤 一辆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 沿胜利大街行驶 就正一个由南往北 走紧路的电动自行车 这个骑车的是个小伙 这小伙啊 当时咱们要处罚他 他说他没带钱 我说我真没带 我打电话吧 我让别人送钱吧 得到交警的同意后 杨某打电话 让李某送钱来 可就是等朋友 送罚款的这个空档 杨某也没闲着 半个小时后 李某和杨某的表哥陈某赶到了现场 消警发现 这个李某可不是空手来的 他还带了一样东西甩棍 干什么用 这没事拿玩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让执勤的赵新始略未及 李某不但口出狂言 还动了手 过来两个小伙 其中有个小伙呢 就拿那个铁棒 过来之后 他就直接就说 谁要扣你车 今天我就打谁 把他腿打车 这个当时他冲过来 打我 要往我脑袋上打 然后我用这个胳膊给躺住了 后边呢 是拿那个拳头 撕打起来的 拳头打我的后脑勺了 包括用那个铁棒 打我的后腿 左后肩膀 隔部受伤的赵新和同事 把李某等三人 押送到了南站派出所 民警调查 李某 杨某和陈某三人 都是开源同乡 都在沈阳打工 李某最小 刚刚17岁 据说小李呢 是从铁岭开源来沈阳打工的 因为天不怕地不怕 成了朋友圈里的小霸王了 有李不在身高 更不在圈头的大 沈阳的吕先生 在南方打拼多年了 朋友不少 但是今年元旦的时候呢 吕先生的一位朋友呢 托货运公司 给吕先生烧了一份惊喜 结果还没洗呢 先惊了 因为这包裹呢 竟然是开了风的 为了这份礼物 货运站和吕先生都冲了气 货运站和吕先生都冻了气 不过打包油过来的东西 吕先生没收到 货运站怎么到开了包 细查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客户 与我同平同性 然后没打电话 直接就是把这一批货给人家送去了 货运站服务周到送货上门 倒是送错人了 不过人家知错就改 马上就把邮包追回来了 但是已经 里面可能已经被拆包了 邮包拆了 双方索性撕破这层脸 互相抓住对方的短处 我比较欺负的是 这家公司犯下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自己还不到道歉 而以假言的形式来威胁我一下 这包他拿了一包的 上你了 走了 他拿一包就被打开 好像是就 你手上 我说是假的 好像还没打得可笑 那不是他的东西 你怎么能让他瞅呢 是他的东西吗 你有无所调的愁吗 你确实我说 你这个东西你可以警告我 好吗 没说上几句话 双方又要警官 赶快报警吧 这位是派出所的周警官 警官也没法鉴定他是那个真假吧 他有个人家叫他 他这个是负责的人 是负责的人 是负责的 对 对 对 一个小书户 把简单的事给整复杂了 咱能再把复杂的事给整简单呢 办法就一个 有一说一 此时负责的负责人似乎想通了 我跟你讲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 就是你那天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妹先出事名门 不打包 帮我帮我打包 其实不应该的 负责实实在在承认错误 吕先生也是得招人处且招人 最后 这家货运公司和吕先生达成一致 吕先生交了45元运费之后 十二条烟 物归原主 好 我